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为库兹涅索夫号航空母舰近日 据外媒报道 俄罗斯公布了自己海军的最大一份造舰计划 内容是一口气要建造四艘航空母舰 但如今经济萧条的俄罗斯有这个实力吗 中国专家回应 当然是没有 除非有中国的帮忙 并且中国也愿意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而且俄罗斯现在面临非常严峻的局势 所以就算是赔钱也要建造 中国为何愿意分享这么关键的技术呢 美国专家一针见血指出原因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十分密切 如果帮助建造了四艘航母 对中国也是有很大的好处 现在俄罗斯的问题就是自己的一一艘航母正在大修 短时间内根本修不好 所以说现在俄罗斯是非常的焦急 甚至还想借用中国的辽宁舰 因为俄罗斯现在的海上力量 可以说是被削弱了一大半 所以说俄罗斯现在对航母的需求十分紧迫 毕竟俄罗斯的外交并不是很和平 随时需要航母 图为库兹涅紧索夫号航母 俄罗斯航母唯一的独苗都进了修理厂 这对如今的俄罗斯局势是十分不乐观的 但是俄罗斯确实是没有一分钱去建航母了 自从苏联解体 俄罗斯经济就一直不景气 要不是因为普京在位 俄罗斯早就不行了 如今的俄罗斯海军如同虚设 没有了航母就基本没有威慑力 这也导致俄罗斯如今陷入一种说不出的危机之中 库兹涅索夫号是由前苏联建造的 当时苏联就开始出 现各种的经费短缺 所以说造成库兹涅索夫号也不是很完美 它被制造出来的那一年苏联解体了 在分配下自然而然 这也就给了俄罗斯 而辽宁建也就是瓦梁格号 因为乌克兰没有本事去修 也就出售给了中国 打破了中国无航母的现实 涂卫苏道33 俄罗斯空军方面也不是很景气 因为没钱 所以说研究方面一直是非常落后 也就是一个最近研究出来的苏道57的理论 战斗力非常强大而已 据说可以抗GFR2 而且已经拉上战乱地区了 但是听闻并不是很好 而且还出现了各种故障 但是这种刚研究出来的战机 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建造的时候 舰载机就相继而出了 它就是苏道33 1998年才编入作战编制 一直服役到现在 原因也就是因为俄罗斯没钱去研究下一代舰载机 而中国的歼15也就是仿这款战机的 但是歼15现在的性能或许可以超越苏到33 苏33配备了一个现代隐身战机 都已放弃的30毫米机炮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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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Pragu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